体型最小的海洋哺乳动物 海塔 它们也是世界上皮毛最厚的动物 每平方厘米大约有10万至40万根毛发 因其毛发浓密 织成的衣服属于郁寒极品 所以遭到人类大量捕杀 到1911年 全世界仅存1000只海塔 之后经过多年多方努力 数量稍微有所回升 海塔最出名的是会使用工具浸食 在海底捕获棒壳或者龙虾等略物后 通常还会携带一块石头到海面 将石头当作砧板来敲开海胆 与贝类的硬壳 然后每餐一顿 它们最喜欢在海藻丛生的地方生活 平时会将海藻缠绕在身上 然后枕浪而睡 当然大多数情况下会手牵着手睡 这样可避免在沉睡中被大浪冲走 或者沉入海底 通常情况下 它们会安排几个伙伴轮流放哨 如果受到敌害的来犯 或者受到惊扰 大多数成员立即潜水逃跑 但常有少数成员留下来 以探明引起骚动的原因 一旦发现确有危险时 就用尾巴噼里啪啦地猛击水面 以此作为报警信号 通知其他成员赶快潜逃 如果遇到的是海面刮大风暴时 它们就会成群地跑到岸边躲起来 岸边有它们亲手搭建的巢穴 都是平时收集的石头搭建起来的 可谓聪明至极 世界之罪 专注科普知识 数据如若有所偏差 欢迎指证 记得关注我们哟